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许国民党主席不选 郝龙斌连续两天一早上广播说明理念 党内可能对手青壮派的江启全坦言 已经在思考选党主席 我不会这个瞒着大家 因为我的确现在在思考 我也必须很认真很慎重去考虑 我目前的角色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会尽快 因为不管怎么样 那个领表的时间是在31号 所以过年这段时间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蛮重要 可以好好思考的一个时间点 江启全说 省省思考自己在哪个位置上 更能协助党的改造 起心动念的原因 传出日前与朱立伦对话 彼此互相劝禁 但朱立伦表态无意参选 他还在脸书po出新年扫除照片 说除旧不新 难道暗示党高层要换性面孔了吗 我见过面然后也讨论整个包括党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 那他也对于目前党的问题跟我交换了一些意见 那我们觉得说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改革只是喊假的 我觉得大家一起啊一起来做君子之争 那选完以后我们绝对不管是哪一位 我们或者你选或不选党主席 我们都不需要团结合作 潜在竞争对手可能正式踏上战场 郝龙斌则说明22号也要拜访朱立伦 还说两人本来就场碰面 蓝营大喊改革 但传出拥有19万党员的黄复兴党部 不满年轻一代把组织财务改造都算在黄复兴头上 喊出世代交替 于是黄复兴由党员串联干脆集体退党 对此黄复兴地方党部主委则表示完全没听说 质疑这是放话分话蓝营 国民党主席不选 崇尚到下都各自有焦虑 好国民党败选之后要检讨这个人事的部分 先来请教瑞德哥 怎么看刚才郝龙斌说 希望来一场君子之争 你就是现在台面上的人选 到底谁最有机会 君子之争 但是看谁敢向黄复兴党部开枪 我就不相信你们敢向黄复兴党部开枪 郝龙斌就不敢 郝龙斌是第一个表态最强烈的 那么这几天还走访了 我们大家都认为有可能性最大 代表国民党在2024年选总统的朱立伦 访问他和什么目的 当然是一方面是说 跟朱立伦表达说我要参党主席 另外一方面探探口训 那朱立伦你要不要选 事先跟你讲是这个样子 按照朱立伦的个性 他一定乐观其成 勇于承担 对不对 改造整个党大家一起 他的讲法一定是这样 不过听说朱立伦这次 那么有立拱 这是媒体报道了 有立拱江启成 我倒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人选 为什么呢 国民党现在不是以年纪 做一个区隔 但是是以脑袋想法 做一个区隔 江启成在上一次 那么在所谓的台中市长的党内初选 争夺战里面输给了卢秀燕 那江启成也是现在国民党 台中以南为三 台中为二 然后因为彰化还有谢一凤 所以为三习的区域立伟 所以他这一本身 在东市跟风源那个地方 那么他的基础人脉 是打得非常的扎实的 所以在如此的情况之下 他又是终身带 那他也不运不火 不至于太过偏激激烈等等啊 那所以呢 那年纪的部分跟精力也刚好OK 我觉得他其实在上一次就有人提到点名到江启成了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那么如果印象中没错的话 在场也有一位差一点去选这个党主席嘛 陈明毅嘛 对不对 我觉得明毅你是不是有一次好像也要去选那个党主席嘛 登记 对 登记而已嘛 然后后来给他一个光碟片嘛 那后来还知道说原来没那么容易的 就是说你要连署一万五千个人 然后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啊 你还是必须要有相关的 如果现在手头上就有党员名册的人 当然就占便宜啊 你知道吗 那还有组织动员能力的人就占便宜等等啊 那郝龙斌他有这个先天上的一个 这个等于说占便宜的地方嘛 因为他的父亲就是我们那时候参谋总长郝伯春嘛 不过他上一次即便如此 上次选党主席还是输啊 对不对 还是输嘛 所以呢那么国民党现在很多人愿意出来承担啊 这是好现象 不过我倒觉得我看到几个 大家在这个当出头鸟的过程当中 你看之前这个郝龙斌 那么连胜文有人传说 连胜文要跟郝龙斌配 那是没可能的事情 你对他们两个人太不了解了吧 对不对啊 怎么可能呢 拍什么玩笑 各位还记不记得选前有一个 国军英雄馆的英雄宴 还记不记得 英雄宴嘛 不是挺这个韩国瑜吗 就等到要吃饭的时候 这个有事 那个有形成 大家不见了 但连胜文好像有出现嘛 连氏父子我记得有出现等等嘛 那么连家显然不会在这个 以后未来的国民党的权力的 这个架构里面缺席 所以连胜文都说 有两三百通的简讯劝警他 他还在思考当中 你就知道 个人认为 未来国民党的财务规划组 可以给他当组长 你知道吗 挺好的 连家这个能够 这个几十年里面 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啊 显然财务规划非常的好 国民党现在没有党产 要欠你屁股债对不对 所以现在正是需要财务规划的时候 那么我个人是觉得 他们现在这次检讨到一个点 是过去没有看到了 终于有人敢讲说 把中国国民党的中国拿掉 施明德的建议我最赞成 把中国国民党 载成中华民国国民党 对他们有什么改变 没有啊 你都认为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嘛 不过我个人认为 中国国民党连前面拿掉都不太可能 为什么呢 说要改革的人 那么那个青年团的 我常跟他上电视的一位青年团的 这个团长 前团长 还讲说他认为不同意 不应该再强调统议 马上被国民党之前的一个党务主管 砰了一千公 那你离开国民党啊 国民党容不下乌鸦 国民党应该要有那个哑量 去听不同的声音 包括批评的声音 为什么呢 赵少康他们当时 那新国民党连线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乌鸦嘛 对不对 愿意出来批评你呢 你知道吗 闲货才是买货人啊 国民党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这些要选国民党的 这个党主席的人啊 应该把李正浩 杨石秋 郑备芬这位人 陈鸿昌这些人 全部打回来 骂党主席的人没事 骂党 党所推出总统参选的人 开除党籍 谁敢挖那些事情 对不对 你应该能够 这个党你要大 我们为什么这样讲 本来啊 国民党那是引导的事情 国民党都逗得 很多人都拍手鼓掌啊 但是国家的这个政党政治需要制衡啊 你还是必须要有不同的政党去制衡啊 你也不能让民党一党永远独大啊 那你两个有竞争才有这个 等于说进步嘛 啊所以呢 你这种情况之下 国民党他自己本身 未来的发展很重要 这次又提到了 大家集体领导 本来国民党就是集体领导啊 只是你们没有落实而已嘛 不然你要中常会干什么 以前从老蒋时代开始到小蒋 一直都是党主席一个人说的算 不是吗 一直到现在一股脑而过来 除了少数的弱势主席之外 大部分的主席如果是强势的话 他说的算啊 不分区的名单谁定的啊 然后呢 那么到底要决策要怎么样 不就是主席一个人 那你们这些中常委 都请客吃饭 以前都请客吃饭嘛 靠这样当选的嘛 国民党要打破这个惯例 除了党主席 这些所谓改革委员会权力架构改变 变成集体领导之外 你们这些中常委不能再应该 都是这些永远的这些万年中常委 以前国大代表有永远的国大代表啊 老国代啊 你们不打破这个中常委 我跟你讲一遍 你怎么选主席也是不好啦 所以国民党的一举一动 我相信过年期间会有很大的一个 等于说斗争啊 不过我还是要奉劝啊 如果嘴巴讲 国民党要改造 国民党要改革 但是不一定要投入改选 那你爸爸等你睡得好了啦 你都不敢去承担啊 你还说我们要改造 我们要改革 但是改选就不要算我的啦 我当然知道当这个党主席啊 日子不好过 一个月要去赚2500万以上的钱对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2500万啊 各县市党部的 如果要当主委的人 或者各县市的这个国民党 国民党的县市首长 你就必须扛起各县市的党部的运作 不是这样子吗 你就应该丢给他们去放负担这个责任 不然他要不要算嘛 很简单嘛 他要不要代表我国民党算嘛 国民党以前加大业大 几百业几千业的时候 真的可以这样啊 现在在花没钱啊 以前啊好日太多了 他富家少爷当官啊 现在没钱了以后才在哇哇叫 所以呢你要扛起这个责任的人 你就要知道一件事 还有另外最后做一个总结啊 如果你这次还是雷声大雨点下 大书以后对吧 花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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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要改革 结果喔 只有一个六十 林荣德愿意喊一个六十岁做一个 那是一个象征性嘛 所以从他开始啊 他退出中常会 马上隔天就被一个六十岁以上的打枪 你知道吗 那不可以用年龄 那我怎么办 六十岁不是一个年龄啦 最主要还是你的心态 如果老的永远不退 一直到 那年生还要五十岁呢 五十岁又在终身带又在年轻人 对吧 所以呢 你如果不改的话 我告诉你 国民党的支持者平均年纪比较大 然后呢 民进党现在跟年轻人拨诺 跟中间选民这些年轻人拨诺 你要知道一件事啊 人世间是很现实的 为什么呢 越有殷勤云缺啊 什么意思啊 一年台湾有十七十万到十八人贵心 四年以后 你的支持者还减五十万 你永远都在减少 那人家别人的政党永远在增加 你就看着你永远 我问你 你这样这种情况再下去的话 明年 为什么大家 因为朱立仁不来选 明年那个党主席改选才是重点嘛 才能够改造 才能够掌握了 2022年的縣市首长的 这些提名的人选嘛 但如果你国民党 还是这样想的话 啊 我讲坦白了啦 2022到2024 不可能有在国民党 董山再起的机会啦 来 国民党的改革 是不是真的只是喊喊而已喔 先来请教民意议员啦 刚才大家有说到 这国民党现在一直喊说 要世代交替 那你觉得这个党主席的人选 有没有可能是青壮派出头 就是包括江启成啦 或是连胜文 在回答国民党党主席之前 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因为上一段我没有讲到 我一定要讲 呼吁我们现在执政党 我刚才讲我已经肯定他的做法 资讯透明不光要求中国 不要忘了 中国到今天为止 14亿人口 武汉肺炎 目前死亡9例 美国的流感 上一季 美国的流感 这个新闻了以后 我请我儿子用英文去查 CNN的报导 我很怕这是假新闻 我觉得这数字很吓人 结果原文下去查 真实的 在昨天 中时电子报出来了 今天的ET Day出来了 我要强调的是什么 这样的东西 美国也是每天在飞啊 我们每天跟美国这样来往 所以不要碰到中国 很恐怖 大家这样 然后碰到美国 不严重 所以我认为 卫教防疫 一定要是这个标准 我这样讲 大家很清楚 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说 美国人比较危险 不是的 按照那个比例 14亿人口死了9例 但是它传染是人传人 但是在流感 刚才委员有提到了 我们流感疫苗 几乎在射飞镖啊 射中的就中了 没中的就白打的 那我要强调的是 这件事情也非同小说 我呼吁我们现在执政党 这件事情 广告去注意它 这不是我们在随便乱讲 是美国自己 他们报导出来的 6600个人死亡 有39个小朋友 回到现在 我最后有科学观念 流行病的可怕是在致命率 如果SARS有两成的致命率 流感大概0.02% 那当然 因为它的流行很多人 所以当然它的总数会很高 但是可怕的地方 摔飞机 飞机是死亡的人 比车祸少得多 但是为什么大家怕飞机是 所以人的心理在恒乡 所以不要搞说 流感台湾也是一年死很多人 在这一块多宣导 你就马上要解释 我们有宣导 大家去找流感疫苗 你打了没 昨天我还没打 大家赶快去打 我们议会通知我们去打 我可以告诉你 我常在讲 疫苗留给需要的人 我一般来讲 大家都需要 如果你得了别人也倒霉 我可以告诉你 有比我们更需要的人 他有分阶段 不要因为我们是民意代表 议会就通知我们去打 议会有准备 我从来不会 因为我们满50岁以上就可以打 如果你还没满的话 你可以打制度 什么都需要这道防护 来我们 回到节目现场 继续请教民意议员 刚才议员关心大家的健康 不过我们还是回来 讨论这个国民党党主席 到底国民党改革 会由谁来领军呢 这个我们国人要健康 政党也要健康 有一个健康的在野党 才会有一个健康的执政党 那有一个健康的执政党 才会有一个健康的政府 还有一个国家 那我必须讲 国民党的这个党魁 现在换谁来都一样 因为这个我认为是任务型的党魁 任务型的主席 因为一年以后要改选 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过程 做一个大辩论 例如有人说要改名 有人说不要改名 有人说要集体领导 有人说不要用集体领导 有人说国民党要放弃过去的 这个两岸的论述 要重新论述 我都可以大名大放 我个人刚才有 我哪一位提到 说施敏德讲的 我比他更早讲 很多人很早就说要 李登辉时代要改台湾国民党 我说错了 如果中国国民党要改 要改成中华民国国民党 或者是中华民国党 中华民国党有点夸张 把这个国变成你个人的 那我认为中华民国党 更清楚的界定 这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这我就可以大名大放 两岸论述我也常在讲 我先是执政党 我要很清楚的两岸论述 我要怎么样促进两岸的 和平跟交流 我先是在野党 你说那么多有钱 蔡英文都想蔡席会了 你讲那么多干嘛 你国民党哪一个人 能够上台面 你好好去监督执政党就好了 监督执政党过去开出来吃票 跟未来要做的事情 如果国民党现在可以 痛定失痛 痛改前非 告诉自己不要想重返执政 好好在野党做 强而有力的在野党 不要忘了 现在还有一个民众党 现在还有一个时代力量 虽然亲民党没有了 新党几乎也泡沫了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 我们三个在野党 如果你当到第二个在野党 那你就包起来了 所以你要做强而有力的在野党 怎么样做强而有力的在野党 你既然有这么多智库 有过去这么多的卸任的官员 你就好好的监督 怎么样 政衰起弊 心力除弊 每天我们听到一大堆 大家都说你国民党在放假新闻 可是我们看到事物是真的 好好拿出几个证据 办几个大案 我们还有几十位立法委员 所以国民党现在党魁 应该出来的告诉大家的 清楚的告诉国民党 不是要改造重申重返执政错 你先里面厮杀一番吧 关起房门 又吵又打都没有关系 把论述搞清楚 让台湾人民知道你国民党做什么 我跟各位讲 我这次选立法委员 我在一个国小投票我出来的时候 年轻人爸爸妈妈 牵着小朋友出来 看到我说明哥 我说投了没有投了 他说明哥对不起 我这次没有投给你 国民党这次我投不下去 那个是议员选我的票 他说国民党这次投不下去 我深深感受到这个结果是什么 他只讲一句话 我们不想变香港 我连解释的力气都没有了 为什么 根深蒂固的认为说 投给你国民党就会变为香港 那我要必须这样讲 选举已经选完了 这些浅显易懂的选举口号 也可以把它放掉了 现在这个要选国民党的人 不管叫江启臣 不管叫郝雄斌 不管叫周锡伟 乃至于如果有联盛文 乃至于张亚中 乃至于蒋万安等等 都OK 重点 不用对其他的政党放话 不用对媒体放话 要对内宣导 你不要对着和尚念经 都念不通了 和尚都不念你这番经了 你还要普世价格 追求你的经验 或是你的思考 不对的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 需要一个政策大辩论 路线大辩论 还有一个心态大辩论 现在在讲谁是战犯 我告诉你 国民党这一次 上次党主席 下次任何一个参选的候选人 任何一个党工 甚至任何一个党员 都是战犯 因为输了就是输了 可是战犯需不需要被清算 不需要 只要我的党员去投了一票 他已经尽了他的责任 只要我的党工 认真的去辅选 尽了他的责任 我们每一个民意代表 几乎用生命在选 也尽了责任 那你先回头来说 都是韩国瑜 我每次都讲这句话 韩国瑜站在前面 后面站一排 这些人现在来说 都是韩国瑜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站在他的后面 所以我认为 共体时间另外一个就是 共同承担 今天国民党的败选 没有战犯 就是我们集体的失败 因为如果小英是赢8万票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不认为我们失败 是817万对552万 这有什么好讲的 这是民心所向 所以回头来 不长他人志气 也不要灭自己的威风 国民党关起烦门来 刚刚广告时间 每每还是说 国民党已经有什么 改革委员会什么 我跟你讲 我还算改革派吧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国民党在来干什么 是中国时报的独家 我都还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什么 你要让真正能够敢讲 愿意讲的人 了解这件事情 我不会有兴趣 最后回应一下瑞德 当初我讲160万 我就是要去看看 国民党玩什么游戏 160万给我一张光碟 里面有22万通的手机电话 但是呢 22万个名单 跟手机电话 是没有对上的 这叫盲发 我不能说瑞德同志 我想参选党主席 去你之后不行 你哪位 你接到人家说同志你好 你哪位啊 你哪位 再来没有名册 那我可以告诉你 我很负责任讲 那些连署都送超的 有名单的先抄 所以我当时拿到了以后 我领到了以后 我就宣布说 我没有办法参与这个游戏 我当时只想买一个门票 就像我这样 我现在在那边论述 是跟全国民众讲 没有意义 可是如果你让我拿到门票 去参加党主席辩论 对不起 这几个都要被我质询 我可以跟大家辩论 可是我缴了160万 发现到我买了一张光碟好贵 不过我必须想讲 我领票了以后 这个缴了钱领了光碟 在登记之前 我就已经宣布我退出 那后来国民党认为 没有登记就应该退费 因为我没有作业的问题 没有花费的问题 所以当时的秘书长 就是李世川 特别把这个款项退款给我 其实我那时候以为 160万就干洗了 不过还不说 国民党退款给我了 那我必须这样讲 今天变200万 200万我告诉你 对于选一个党主席是小钱 但是对一个党员是大钱 更重要的是什么 还没选大家说 一个月3000万 对不起 有事知事不敢出来了 如果哪一个党主席告诉我说 这一年我选党主席 我告诉你所有的党工共体时间 前面八个月没有薪水 请你帮我打仗 后面四个月我补盘给你 这八个月你愿不愿陪我走 如果敢这样开出支票的党主席 你可以带着民众跟你走 带着党人跟你走 不过是一上来就说 现在要选的身价要有三亿 一年嘛 你要三亿的身价 你才能够选 不见是你的钱 你要去借 你要去云资 你要去怎么样 不管你要负担这么大的金额 好了 议员讲到这个钱的问题 来请教范老师 国民党现在钱坑真的是很伤脑筋 那到底谁有办法 因为出来当党主席 有办法来解决这笔钱的问题 的确 这个钱的问题 怎么讲 这个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那现在这个看起来 国民党每个月都要支付 这么多党工的薪水等等 我必须要讲 现在来讲郝龙斌 他也是已经明确表达他想选了 可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还要连胜文有意愿 但是我觉得这两位 我觉得对一般民众来讲 觉得不够换人一心 连胜文说难听就是一个富二代 他的父亲连战 这个也可以算官二代 那郝龙斌就是不折不扣的官二代 他父亲是这个郝伯春 对不对 那连胜文的父亲是连战 那我觉得一个官二代跟一个富二代 要来当国民党的选国民党的党主席 那你想想看郝龙斌已经67岁 68岁了 这个年龄说难听讲 真的已经是 并不是很年轻 如果他还认为他自己是青年才俊 那我也没话说了 可是你看民进党那个 这什么高品瑜 赖品瑜 27岁就当选立法委员了 拜托你67岁还在选国民党党主席 你不会觉得这有世代的落差吗 我觉得国民党如果像年轻的 像江启成也不错 江启成也算是在台中也选得不错 所以我觉得郝龙斌你就算了吧 因为你事实上你连上次在2016年的时候 上次在基隆 你选基隆市是蓝大于绿 你还选苏 你一个立委都选不到 你现在要选党主席 那人家就觉得 你是不是因为国民党里面现在 还有一些残存的一些利益 我们不需要讲 包含接下来可能要提名的是县市首长 那你是不是有这个权利 没有啦 这一年不会碰到 这次不会 但是他是为了 他这次因为只有一年多 可是他为了是未来的连任 我们知道如果这一次能够选上 未来要连任 下次要选的几率就高很多 如果为了下次的话 你就可能有所谓的提名大选 你看这次吴敦毅 提名吴思淮 提名叶玉兰 提名立法委员 争议很多 他依然是大权独揽 他要提名谁就提名谁 他中常会掌握住 他就可以了 提名小组掌握住 所以我必须要讲 而且你好龙斌 也是这次国民党副主席 你也是这次提名 提名小组成员之一 你这次国民党 说实在的 被吴思淮 被叶玉兰所影响到的区域立委 其实是影响很大的 那你是不是要负这个责任 你也应该负担这个责任 你是不是出来选这个党主席 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我觉得大家就会觉得 你是不是有政治上的企图心 或者政治上的野心 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好 那我也不需要讲 连盛文 事实上你在上次2014年 选台北市长 你说给柯文哲 到目前为止 还是心有不甘 还想重新再重振 我会觉得你这种富二代的形象 已经太根深蒂固了 你这辈子可能就是跟政治无缘 无缘你就认命了吧 你不要再 这个强摘的果子都不会好吃 可是人家说 有两三百通的讯息在劝调 两三百通算什么了 两三百通能干什么 要联署要1500份 两三百通还差了五倍 还有五倍啊 如果今天有15000个简讯 那就罢了 两三百通你就当真 两三百通是同温层的效应 老师我补充一句话就好 刚才你说的 郝伯春六十 不是 郝伯春 郝龙斌 郝龙斌六十七岁 郝伯春九十几 真的年纪不是问题 苏贞昌七十二岁 谢长廷七十三岁 菊姐六十九岁 我认为年龄不是问题 年龄真的不是问题 重点是国民党里面 相对性跟民进党上面 是给年轻人的机会 我在三十一岁误打误葬从政 好好干 青年才俊 国民党不会亏待你 到四十一岁说好好干 那时候我四十一岁还在搬椅子 民党你说到重点了 我觉得这里是这样子 刚刚民党我很肯定 他说论述路线 没有错 一个党中国受到重大的挫败 一定是先检讨路线 再来讨论人选 然后再定定目标 民进党也经过挫败 民进党第一次执政 在2008大挫败 对不对 那时候党主席 谢长廷寝 以前说什么蔬菜旅游业 四大天王 结果这四个人都说 那我们都不要再参与了 但是民进党的改革 从哪里来 那时候包括吕秀莲 包括现场说什么 第一件事情 民党很清楚什么叫民主 有什么样的选民跟选票 才有什么样的领导人 民进党他们第一个提出来说 我们开放让年轻人入党 但是不受党籍一年的投票限制 那虽然后来这个没有采行 但是你要知道 国民党要改革 他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60岁以上人不要来参选了 这个其实我是说 不是说不对 你要年轻化 你要世代交替 你要先找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到底是党的支持的民意基础不对 还是党的领导告成不对 可能都不对 为什么 因为党的领导告成 是有什么样的民意结构支持出来的 如果说国民党的19万的党员当中 跟社会的主流民意 还是有距离 怎么选还是那老面孔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国民党 19万党员他可以扩大 更多的年轻人入党 那你就说年轻人 就算年轻人要支持郝隆斌 我都觉得那是他的决定 那他要支持江启臣也是他的决定 重点是国民党这次的党改组 路线没有讨论 我们就马上挑进人选的问题 人选就放在谁要出来选 而不是说谁有权利选 如果今天国民党开大门走大陆 论述讨论之后 我们说好 认同国民党的 我通通让你加入 好 然后大家来选举 我觉得这个党才能大破大力 嘉宾兄你讲好 如果先辩论 这个国民党的改革 除了人事之外 其实组织上也是非常棘手 有关于这个黄复兴党部的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稍微再继续来请教委员 今天节目现场要请教这个中委员 其实国民党这一次败选 就很多人都在检讨这个黄复兴党部 不过呢这些退役将领 有一些人就很不满 认为说如果大家一直把他们当做剑板 他们扬言要退党 而且这个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说啊 如果国民党一直检讨黄复兴党部 那真的这个国民党要泡沫化了 我觉得平心而论不能把黄复兴污名化 不能把整个国民党的败选 推给黄复兴 为什么 因为目前国民党的问题是 党义结构跟民意结构的落差 党义跟结构 黄复兴有没有选票 有啊 问题是他在整个社会的占比没那么高 但在国民党的权力结构的占比很高 这才是问题所在 他在国民党为什么这么重要 那所以说就是今天问题是出在国民党嘛 今天不是黄复兴的党员有问题 今天是他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 远超过他在我们一般大选的影响力 今天韩国瑜也拿了五百多万票啊 你难道说这些五百万票就排出在社会的主流名义吗 任何的民主政党要反映充分的社会各种阶层的意见 包括黄复兴所属的公教或军人 你都要反映他的名义 一个政党 如果国民党里面 他有那么多的支持者是来自于军公教 没有这些人的代表在他的党员结构里面 这也是不对 但是如果说他们的结构 远超过他们的选民结构 造成了整个党的改组是由他们来左右 那就造成了什么情况 就是所有的人不敢得罪他 所以讲参选党主的人不敢得罪他 那他的发言也会造成整个党义 跟社会民意的落差 我觉得才是在问题 所以不是去改革黄沪欣 黄沪欣没有错 是要改革国民党 国民党要知道让自己的党义 要跟社会不要脱节 要能够跟社会主流结合 那要先看 现在国民党里面的党员最缺什么 最缺年轻人 这都是很多年轻人的玄妙 都不是韩国瑜吗 都不是国民党吗 那你为什么不把国民党大门打开 让这些人入党 那这些人说 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 民意说的很好啊 因为国民党可能你说被什么 无名话被戴上帽子了 好 那国民党彻底的路线 那个不是斗争 路线论 把这个东西摘掉 让年轻人相信说 我觉得你国民党的路线 是我可以接受的 他当然才会入党 所以我是觉得 不要雾名化黄沪心 但是要合理化他在党的结构当中的影响力 不然的话 你今天为什么韩粉今天 会让大家这么一个批评 其实韩粉本来也是国民啊 他当然在各种的党里面的声音 他在社会的选票上 他可以发出声音啊 问题是他目前好像形同一个 大家没有办法对抗的力量 可是大选里面呢 他占了整个选票结构比例 也没有超过三成嘛 所以造成说 有了他 七成不靠过来 那你这个党注定没办法过半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 要合理化去定位 包括韩粉也好 包括黄复兴也好 要让他能够跟社会的主流 民意结合 重要的不是赶出去 而是把更多的纳进来 来 应该委员讲到重点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说 黄复兴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绑架了国民党 这个部分范老师怎么看 的确 我觉得 黄复兴是一个很特殊的组织 退休的军人 他目前的人数大概是9万多人 那国民党现在总党员人数 大概19万 基本上是快二分之一了 这个是很 他在国民党里面来讲他是多数 而且他投票率高 又高 对 可是呢 他在整个台湾社会是少数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不能没有黄复兴 但是黄复兴不能主导国民党 这个东西变成说 我举个例子 就有点像是很多的药 他既是救命的 但是也可能是有毒的 像披霜 披霜你吃下 可能它是个毒药 可是很多的病要靠披霜来医治 看你的比例怎么用 同样的黄复兴如果用的比例太高的话 他变成是有毒的 对国民党来讲是不健康的 因为你如果黄复兴掌握了整个国民党 刚刚讲过嘛 年轻世代就不会进来嘛 但是黄复兴当然 他是国民党一个稳定的力量 一个安定的力量 但是现在 国民党为什么被黄复兴给绑架了呢 他们已经说了 说黄复兴落下狠话了 你如果不尊重我们干嘛 我们就要退党 如果我今天是国民党党主席 有说 请便 不走 不送慢走 谢谢你们对党的支持 但是今天抱歉 你不要威胁我 因为你今天你黄复兴出去 你去参加清明党 你去参加新党 你就没有影响力了 他们今天就是吃定了国民党 因为我占领国民党 占了一半以上 才将近一半 所以你国民党不得不低头 这也是国民党被 被这个黄复兴整个都给控制住了 所以才会提出叶玉兰 才会提出吴思怀嘛 为什么整个社会不接受 连国民党很多年轻世代都不接受 为什么吴敦毅硬要 这两个一定要在安全名单 而且百分之百可以成为立法委员 因为黄复兴的力量 黄复兴是军人 如果再加上警消的党部来讲 那可能是他快将近三分之二了吧 所以对吴敦毅来讲 如果我今天捍卫了吴思怀 捍卫了叶玉兰 谁要我持党主席 这两个人你会跳出来挺我 可惜所托非人 吴敦毅被逼宫的时候 这两个人没站出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吴敦毅千算万算 没想到后来吴思怀跟叶玉兰 割袍断翼 所以我今天情况就是说 国民党如果不从党员的结构去做改变 那现在为什么很多人 就有国民党现在的危机在哪里 就是目气沉沉 然后年轻人他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 他过去的一些前提不存在 比如说国民党说 九二共识是个好东西 对不对 九二共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 维持好经贸关系 又跟美国维持好关系 这个情况不存在了 习近平已经否定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了 他去年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已经彻底改变你过去国民党的招牌了 还有国民党过去招牌是 我们成的中国经济高速列车 我们台湾可以富起来发大财 这个也不存在了 中美贸易战台商都回来了 中国的经济面临到下行的滑坡 这个也不存在了 或者说过去我们可以靠这个 九二共识维持台海和平 对台湾可以安居乐业 这个也不存在了 中国现在破坏了台海的现状了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你过去吸引年轻人的几块招牌 不灵了 现在你要告诉年轻人是 你为什么要承招国民党 你当然不能说 因为我讨厌蔡英文 讨厌民进党 我才来承招国民党 那这方面的年轻人多不多呢 看起来也不多 民进党的同婚的问题 年轻人喜欢蔡英文的这个 上伯恩夜夜秀去跟年轻人互动 对不对 年轻人喜欢 他讲的话 年轻人喜欢听 他的广告年轻人感动 所以现在变成说 国民党你要怎么去让年轻人 重新觉得说 你国民党是一个好的产品 这点是国民党目前最麻烦的是 你过去的招牌 你过去你的强项 你过去你的优势 一个个都不见了 拼经济是国民党过去的强项 现在蔡英文拼经济 变成经济成长率是亚洲四小龙第一名 拼经济也不行了 稳定两岸关系是你的强项 现在蔡英文让大家觉得她更值得依靠 过去理性务实是你国民党的强项 结果你们跑到外交 立委跑到外交部去冲进去 要干嘛的 结果跟警察发生冲突 大家觉得你好像不理性 所以过去你的优势 当你的招牌一一下来的时候 重新树立新的招牌 这才是国民党当务之急 好 刚才范老师其实讲到 这个黄复兴党部在整个国民党内 是公围吃大虾 可以呼风唤雨的 但是放到全国来看 其实是不是有点背离主流民意呢 有关于国民党的争议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下段节目回来 我们再继续来讨论 回到节目现场来请教明佑 有关于这个国民党的改革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见指黄复兴党部 明佑 我觉得事实上当年黄复兴在1956年创立 我想最大的原因是蒋经国要照顾一些军舰 军人 当然我觉得与时俱进 或许国民党应该去检讨说 不要说把这所谓的十万党民把它消灭 而是把它什么样的去改造或思维化 因为如果有黄复兴党部照顾军人 是不是要再成立一个电影产业的党部 或者成立什么党部 像中共他在各个大企业里面 都有他们的党团一样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或许国民党应该去思考一下路线 我觉得我今天看到最有趣的大概是 我看到朱立伦的脸书 因为朱立伦他在脸书上面去提到说 他要除旧不新 我觉得除旧不新是现在国民党 应该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们各位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为什么国民党今天会走到这样的局面 除旧不新 他拿着一个刷子 朱立伦今天的脸书 对 拿一个刷子再刷 好像是沙丑吧 在那边 刷过你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要面对一个局面 除了路线问题 我觉得不要把重点放在黄复兴 因为我觉得黄复兴不是他的原罪 应该去检讨的是说 今天选政府这些 像这些年轻人的话听不下去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最近我们知道有一个很 第一个表态应该是郝龙斌吧 郝龙斌提出来说他要选国民党的主席 可是人家问他说 九二共事检讨声让再起 那郝龙斌说 是民进党共产党联手打败国民党 我没办法接受这一段话 因为今天如果是要检讨 应该是检讨说我要参选这个党主席 为什么我们要去面对败选 是不是路线上有问题 为什么国民党内部有 几个年轻人对路线有重新的省思 甚至立委落选人有重新的省思 我觉得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才是国民党应该去检讨的问题 因为我一直生气一件事情 国民党只要把路线讲清楚 黄复兴党部还是会跟 因为过去是反共抗二 现在是跟中国是变成友好的关系 所以国民党路线一直在变 你可以看到黄复兴党部的思维也是在变 除了有一次韩国瑜去中联办 黄复兴里面有人出来抗议之外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要去面对了 像郝隆斌这样的候选人 或周习伟这样的候选人 如果参与了这一场主席的选举 他是要去迎合 他是要去迎合黄复兴党部说 你看我都是照你们的意思走 那就落得跟吴敦毅一样的下场不是吗 因为吴斯瓦 叶玉兰这些人之后 吴敦毅整个声势更降啊 没必要 现在国民党最需要大破大力的一件事情 是走自己的路啊 那你应该去把所谓的路线辩论清楚 而且我要重新讲一件事情 我上个礼拜提过 韩国瑜的选举补助款有 一亿六千多万 那政党票的补助款有两亿多 其实对一个政党来说 足以一年多的运作不可能不够啊 你甚至支付地方党部说 我有一个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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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这样我觉得地方党部就自己有法度去运作了 所以国民党不可能说 我应该去美国的排阶三千几万的负责 要支出 这样大家都不用算了 所以中国国民党现在去面对第一项 一个事情你用最欺欺的方式 一个要减讨 要做事情的政党 他用最欺欺的方式 路法度去煽动一项方 第二个事情 国民党的路线 国民党的路线怎么样去接地气 怎么样让年轻人去认知说 原来国民党这个方案是好的 那去把路线辩论啊 主席选举是不是路线辩论的一个方式 是 那就多办机场 让你们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去认为说 哪个主席最适合我 再来 国民党不要每次出来 就拿年龄啊 拿性别啊 什么拿什么来做比较 没必要 这你的思维嘛 你看 连胜文 你觉得他适合吗 你说他代表青壮派 我个人每次看了一下都笑了一下 为什么 他哪里代表青壮派 他的思维跟台湾 很多年轻人思维是差很远的 因为他的思维是站在 他可能接受的教育制度 他比较站在精英主义上面 可是年轻人大部分 要在社会特谈的时候 国民党跟英文都是那种精英 领导阶层的主义 这种事情没法去接地气 也没法再多年轻人 去感觉说 我会来支持国民党 为什么39岁以下的支持国民党的 只有个位数而已 这是一个危机耶 那如果是危机 危机有时候是转机 跌到谷底一定会反弹 那既然有反弹的机会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你应该去修正你的路线 甚至我政治民一哥讲的 你中国国民党 中国不要 台湾国民党被注册了 那就叫国民党 或者你要叫中华民国国民党 我个人都没意见 因为你必须去接地气 然后再来你两岸路线要怎么修正 你要怎么样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你怎么站在捍卫主权的立场 我记得上个礼拜 国民党也会去谴责中国 很好啊 有一次的例子 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啊 怎么样跟年轻人走在一起 这才是重点 所以年纪都不是问题 可是我还是讲 江启臣是不错的人选 虽然没错 可是 我觉得国民党还是缺少像朱立伦 一样有行政经验的人 林佑哥你讲到朱立伦 这方面也要请教妹妹姐 因为朱立伦人家说是呼声最高 可是他这一次好像没有意思要参选 我想他的问题在于他太精算了 这一局他如果来的话 因为到2021嘛 可能有说不太拍拍 他如果做不好 他下一届他也没了 他何必呢 那做得好的话 你下一届就一定是你嘛 所以我觉得他是精算 因为最主要是没有提名权 那郝隆斌已经先放话说 他希望来当党主席的人 不要是总统候选人 人会说得这么漂亮 说得在头前 对不对 等于堵了他路 我觉得这有点点在卡朱啦 坦白讲 所以朱立伦算来算去 那我干脆我这一局就先不要玩 但是这可能也是朱立伦的问题 问题在哪里 大家其实会问 国民党的蔡英文在哪里 对啊 蔡英文当年出来的时候 对不起 民进党负债2亿3000万 人家说民进党20年爬不起来 最艰难的时刻 最艰难的时刻 可是因为蔡英文那时候 表现出无私与牺牲 所以大家都感染他 所以他就出来了 你如果现在算盘挂在脖子上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私心大家看得到 你谨小慎微 机关算尽 你也成不了大事 就这么简单 这第一点 第二点送给国民党几个字 我觉得国民党曾经 两岸关系是你们的强项 先凭你们造我们 拜托你们 反共 清党 本土化 世代交替 你不反共 你认为 台湾的主流民意会接受吗 你为什么失去了年轻人 过去你们的反共 现在变成媚共 我是讲反共 我不是讲反中 这个政权跟全世界为敌了 你要拥抱他 年轻人会拥抱你吗 亲党亲什么 我不客气的讲 在国民党内部 连宋渠都骂 有多少买办集团 甚至有些人选中常委 是拿了那张明信片 去对岸做生意 如果你们这些人 掌握着上层结构 要跟中国千丝万里的利益关系 我请问你 你能走出自己的路吗 你能够拥抱台湾的民意吗 所以亲党 那在这边黄复兴 虽然不要污名化他 但是我觉得黄复兴可以思考 让他从特种党部 回归到一般党部 打散去 他一方面可以 还是他的稳定的力量 二方面 不会一个特种党部 挟持整个党役 而党役跟民意脱节的 再来本土化 国民党你不拥抱本土 你会有未来吗 尤其年轻的一代 台湾主体意识 是这样子的清新 你必须从这个土地内生嘛 要倾听这块土地的 土地的声音 人民的呼唤 人民的心情嘛 你不本土化 你抱着一个虚幻的中国 我请问你 你会有前途吗 这趋势是这么明显 你们自己党脸都有说 去下架那个虚妄的九二共识吧 最后所谓的世代交替 我也不是以年龄划线 有些年纪很轻 但是他有着非常苍老的灵魂 有些人年纪大 像苏贞昌 可是他了解年轻人的心 所以最重要 那个世代交替是什么 是思维交替 你必须要有新思维 国民党很要命的是 排班论背 老思维 老骨头 拜学后还是没改变 还是这个样子 年轻人出来讲话 不然你年轻人 你发什么的 你继续这个样子 你就继续跟年轻的世代为敌嘛 所以我会觉得说 在这里 我们也期待国民党 会要一个蔡英文出来 所以十四招英雄 和英雄造势是 最简单的道理是 第一 你要有勇气 你要有无私 你敢牺牲 当你心中没有选票的时候 未来就是你的选票 如果你还是机关算性 你对不起 你也算掉你的选票 好快算到国民党了